当然吴金贵教练 很多中超童迷也是非常熟悉的 在他过往的执教的经历当中 一向就是以很多中超球队的救火教练而著称 是的 取得了很不错的表现 打了多年马赛 端起来 好快乐呀 好快乐 太快乐了 巴坎普 比埃拉刚刚和阿兰 两个人之间眼神一对 球一传 给过来了阿兰 变化 打一个近角 阿兰现在脚底下看着也略赶发群 前面四轮比赛阿兰首发打了两场 阿兰说今天可真忙 好的 现在再往前给 直接打 后悠悠 快乐吗 这次不快乐了 进球了 巴坎普 国安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18分钟的时间 这是在连续的围攻之下 连续的定位球进攻之下 终于清了 除了这场比赛进球之外 可能让教练团队更满意的 就是巴坎不能进球 因为防线除了人数多以外 清晰有层次 漂亮啊 阿兰打了 2比0 21分钟 国安是在人缘匿迹地倾倒 黄海的禁区之内绣花 一针又一针 一线又一线 因为皮球直径能有多少 对吧 你人再多也有那样的缝隙 所以我觉得 颈部 颈椎下面是吧 禁区之内的拼抢啊 入搏战 张继哲 好球啊 哇 充满想象力的传球啊 给过来 同球 3比0 30分钟 刚刚这一脚张继哲的传球 这是德布劳内式的 是的 国安队在这个赛季之前 比埃拉有过这样的传球 如果说是三个阵头啊 第一个进球 还属于国安队呢 创造机会 其实还是缺了伍斯托 持中国等一些主意 来了 红球 稍微高了一点 张艺宁 给的力量也还不错 是的 直接船 找前点 朱电容倒在了进去之内 哦 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是有视频 注意裁判的介入 和实际度进行一下交流 这个角的来看 感觉旅逢的这左右角 都有工作 点球 点球出现了 末段啊 对于青老队来讲 这个球非常关键 骗过了门下 比分来到了三比一 41分钟 追回一球 嗯 顾背往上一拉 拖起来 到远端 投球点一下 我会一起 2点 2比3 朱健柔啊 朱健柔啊 当时朱健柔 对 各种一样 噪点 破门 噪点 是他造的 这个进球是他进的 之前定位球也是他造成的 他赢得的定位球 反正就是控制 有机会的时候 加快节奏 最后两三传 打快 然后完成 助攻和车 哎呦 王刚漂亮 透过了门将 自己打 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武克维奇给打出来了 那个球 其实传一下呢 看他那个发力 恨不得把球网都踢破了 对 又摸到左边 对 周俊成 盘带非常不错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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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连击 笑着的周俊成啊 真是策划的好进攻 高翔和亚历山大里尼 一人来了一脚 被郭全波都给挡出来了 对 高翔可以给亚历山大里尼的 给过来了 自己了 好球 0比3落后 连班三球 青岛黄海厉害啊 没看着落 下半场 如今就知道 好情万丈的换人 取得了成效 取得了成效 两个人来防 比埃拉 阿兰 阿兰 阿兰想转身 倒地又爬了起来 自己在打 比埃拉的射门 阿兰的射门 好像都显得有点 就是实际不太成熟 有点硬打的感觉 没看着